1991年的一天 陈家上找到周星驰对他说 你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 不能老是演小子 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把你派成一个大英雄 或许是早就受够了千篇一律 重复的自己 也或许是真的被陈导这番 真情实义的话所打动 反正周星驰最后是接受了这个邀约 而这部 把他从一个小人物 转变为英雄的片子 就是《陶雪威龙》 该片是周星驰继赌生之后 第二部打破香港票房纪录的电影 同时也是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 无厘头佳作之音 他的出现不仅帮助周星驰 拓关了信录 而且还为当时低迷的港片市场 注入了活力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部电影在最初成型的时候 作为投资人的向华盛 却并不看好 他要求导演陈家上 临时加演一场戏 本来以为是资本的压迫 没想到这场戏 却成全片最大的亮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陶雪威龙》中 哪些你不知道的事 《陶雪威龙》改编自一部爱情片 1991年的某一天 向华强约陈家上吃饭 正当双方在饭桌上 公筹交错之际 向华强对陈家上说 我手上有个叫 《陶雪威龙》的剧本很厉害 要不要试着拍一下 从交谈中陈家上得知 这个剧本是著名编剧 黄炳要写的 参考的是国外一个警察 伴老师到学校卧底的故事 而黄炳要给这个作品的定位 是爱情片 但由于陈家上 对爱情题材并不感兴趣 再加上他当时还在筹备新剧《飞虎》 所以这次见面 他们并没有达成具体的合作意向 后来向华强再一次约陈家上 到家中做客 闲聊之中又提到了这个剧本 同时还聊到了 《零零东》的《风云三部曲》 于是陈家上立马有了一个新想法 他向向华强提议 把剧本给他 他会写出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 几天后陈家上就给了向华强 一个只有十几行词的剧本 就这样 陈家上给向华强提了一个要求 他希望该片男主能由周星驰来出演 因为他看了《新京武门》这部电影 很喜欢阿星在里面的表演 说到这里我们来澄清一下 有传闻称 陈家上原定男主并非周星驰 而是李克勤 原因是陈家上非常喜欢《红日》这首歌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红日》的发行时间是1992年10月 而陶雪温龙的上映时间却是1991年 前后时间相差一年 再加上当时李克勤因为和唱片公司闹不合 名声下滑 素来以巨星堆砌票房著称的永胜公司 自然是不会用他来担任男一号的 所以这个传闻肯定是不对的 事实证明陈家上的选择是对的 周星驰的出演 成功的诠释了这个角色 片中很多惊艳的镜头 也都是因为有星爷才会变得有趣 还记得影片中 星爷和达叔在办公室挨序那场戏吗 其实原定剧本并没有这个桥段 这是导演陈家上临时家的戏 星爷和达叔都不知道 对方会说出什么台词 只能依靠对剧情的理解临时发挥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达叔一开口就笑了 旁边的周星驰努力想憋住 但最后还是没忍住笑了出来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本来以为导演会喊咖 但陈家上却丝毫没有叫停的意思 没办法 两个人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眼 后来陈家上觉得 这段看似垮掉的戏很有笑点 所以后期剪辑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剪掉 而这个片段也意外成了片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虽然星爷在片中贡献了很多的笑点 但虽然他本人难忘的却是天台约架那场戏 因为这场戏中他用一个动作 致敬了自己的偶像李小龙 也就是那个剃掉烟头的动作 原本陈家上以为周星驰会拍个五六遍吧 但没想到星爷仅仅拍了两次就完美通过了 当时把陈家上都看呆了 其实在星爷的电影中 有很多致敬李小龙的画面 可见偶像对于周星驰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影片拍摄完成之后 陈家上信心满满的去给投资人交差 但没想到向华盛的一句话差点让他崩溃 他说陈家上你拍了一部怪片出来 你完全没有用我们那种喜剧的模式 而且有一场戏做的也不够完美 原来向华盛说的是 达叔帮星爷作弊的那场戏 在最初的成片中达叔被抓到后 这个场景就结束了 可向华盛觉得这段的爆点根本没有出来 可以再添加一些东西让他变得更有趣 于是在陈家上和星爷探讨了好久之后 他们决定再临时补拍一场戏 而这就是后来黄炳耀和同事们 在警察局帮忙作弊的场景 最后事实也证明向华盛的想法没有错 当观众们看到这一段时笑声最大 1991年陶雪威龙正式在香港影院上映 已经播出便席卷影圈各大榜单 最后还以4300万港币的票房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 但如此完美的电影还是留有一点遗憾 当年吴梦达因为天若有情内部电影 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但因为拍摄此片错过了颁奖典礼 而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奖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 对于那次没有领奖他其实并不遗憾 陈家上在担任金像奖主席后曾说过 有个人我觉得欠他一个金像奖 那就是吴梦达 由此可见达手的表演已经不是一个奖项能够概括的了 只可惜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幕后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